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你收看我們今天 9月10號的財源廣進 今天禮拜一一開盤 你會發現到怎麼搞的 今天台北股市又出現大跌 而且看起來很多個股的跌勢是擴大 好 我們注意看 快收盤了 目前指數跌了快130點左右 那今天跌下來之後 還是一樣 下差有取量 預估到收盤也接近快1500 那今天其實有一個重點就是 上市目前13家的跌停板 上櫃有14家的股票是跌停板 剛盤中還超過30家以上 那怎麼會這樣 那到底台北股市要怎麼去看 可能很多人會認為說 可能又是川普怎麼樣怎麼樣 我跟你講今天的盤跌 跟川普沒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 因為你今天台北股市大跌 你回頭來看嘛 今天亞洲股市呢 中國股市有跌一點 可能也沒跌很多 南韓銀還在漲 日盡還在漲 有沒有 連那個道瓊在上禮拜也都還好 所以亞洲股市跟國際股市裡面 就台股跌的比較兇 那為什麼他會跌的比較兇 我覺得那是台股本身結構性的問題 什麼叫結構性的問題 因為這個盤如果說他要上攻的話 你從結構裡面來看 第一個你強勢股不能走弱 重點是你那個弱勢股不能再跌啊 那強勢股在哪裡 我們從台灣50來看你會發現到 其實台灣50今天有稍微跌下來 可是呢 台灣50還守在月線 那你台北股市呢 早就破月線嘛對不對 那可見了呢 強勢股的全值股還有在撐 但是你弱勢股的個股的融資太高了 所以呢這地方呢勢必會讓你看到 今天怎麼搞的 一堆股票跌頂板那就是在殺融資 好在殺融資好 那殺融資下來之後呢 這個盤要怎麼去減 我們直接來看 禮拜五的時候呢 融資就減了33億 那今天呢一堆股票跌頂板 今天融資一定減更多 那盤怎麼減呢 上個禮拜已經減給你看了 上個禮拜五我在這裡 我跟大家說這禮拜會反彈 你說還在底下怎麼談 你看在我們的賴裡面 早就幫你規劃 這在9月4號 我說整理盤何時 有機會去走攻擊 好這就是內容了 好內容還寫到下一頁 你看我寫蠻多的了 那時候我跟他講說什麼 台股攻擊的時間 你很有機會落在下週 下週就本週 但是越接近下週後半週 也就是說在本週後半週 攻擊的訊號會更強 好再來呢 9月7號的LINE 在首頁裡面也跟他講 台股最慢下週後半週 上漲的機率大增 你回頭來看 上禮拜五已經融資減了33億 今天融資一定勢必在大減 那這在減下來呢 你會發現到 以上市融資的水位來看 很有機會 會開始接近到今年2月的低點 上櫃呢 融資早就破前面低點 已經屢創低點 所以可見很多有些個股 在這個時間點它是殺融資沒有錯 但是有些股票呢 它已經領先大盤先落底 所以有些個股 你不要在這邊亂殺 結果殺到最低點 那當然要看你手上個股的籌碼 跟技術面的一些變化好不好 但是我知道今天這個盤 很多投資朋友 可能心情不是那麼的愉快 因為一堆股票跌停板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 那些股票我們都沒有 我們都沒有 為什麼 我7月初的時候 就送給各位這份資料 這裡面的股票 我說破關鍵價不可以亂買 那既然都送給你 不能可以亂買 我們就不會去買 7月中 還跟你講什麼 被動元件要補跌了對不對 7月20號 還跟你講加金 合金 環球金 8月3號還跟你講玉金光 所以這些股票我們都沒有 我們都沒有 如果你有的 你現在心情比較煩的怎麼辦呢 好 我建議各位 今天我開放一天 因為有時候做這個動作會比較累 那我今天就開放這一天 你持股有問題你打電話進來 或者是你加入LINE 到時候你在LINE裡面再去做詢問 到底你的股票要不要賣 會不會殺到最低點 要看你持股的狀況 所以今天你可以加入LINE 在裡面詢問持股 或者是打電話進來 我會比較快回答你好不好 所以今天幫你做持股診斷 那當然重點是 那這盤沒有東西可以做嗎 沒有 這禮拜後半周要談 所以有些個股他會先動 什麼叫個股先動 你要怎麼去買 我舉個例子來講 8月22號就跟你講穩帽了嘛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8月22號的時候 162附近買 光兩天的時間裡面就快兩成了 所以我說你先買 這種盤不要漲起來再來追 你可以先買 8月30號 我跟你講一檔個股 叫平蓋資安還有車用的概念個股 這檔個股我講過了 他叫做順打 第一檔買完之後呢 兩天就有15%對不對 好那今天這個盤是大跌 可是今天找盤的時候 我們的會員所有的會員 就買一檔股票 買一檔 我在賴裡面有跟他講 早盤的時候 9.05分 我們在267附近去買 4168的唐蓮 是267 9.05分 9.09分還要平盤附近 你一定買得到 你一定買得到 買完之後呢 今天就攻漲停了 奇怪盤大跌啊 怎麼搞的 這股票又攻漲停 你仔細看 有些個股先落底的股票 他不會再跌 他又沒有殺融資的疑慮 再加上有些政策上面的一些利多 一些屬於那種細胞療法的一些利多 那當然這個盤在震盪的格局裡面 資金會有找避風港 怎麼去找 就是找這些股票嘛 所以當這種股票 當低檔起來先攻漲停之後 又不需要爆大量 所以呢我認為啊 這樣的股票呢 應該不會只有一支漲停 所以你要找到對的老師 你才知道未來行情怎麼走 當你知道未來行情怎麼走 你才知道說我這個時間點 我要做什麼樣的股票 所以呢為什麼今天這個盤大跌 很多人無愛在不知道怎麼辦啊 可是今天找盤我們就只買一檔 你說今天這種盤可以買股票嗎 你一定認為說啊 這種盤今天大跌的盤 怎麼可以買股票 可是你回頭來看啊 找盤叫你買 盤中就漲停啊 而且從低檔漲上來 又不會只有一支漲停 所以你掌握不到這樣的個股的 我建議各位啦 因為今天的盤比較特殊 因為盤大跌 一堆股要跌頂板 我說你的個股有問題 你可以打電話進來 到時候呢 是不是要再殺到低點呢 要注意一下 有些個股不需要殺啦 但是呢你要怎麼反敗為勝 有一些好的股票 今天在LINE也跟你介紹 生技新標股 它要搶佔東南亞 有百億元的市場 那有些個股在低檔的時候 我覺得它機會來了 因為這種股票會像這樣的股票 低檔就開始一攻擊就是漲停 所以你要懂得去把握 用一些比較強勢的一些標股 尤其還在底部的 來幫你去做這一套 好不好 所以認同我們這樣的一個 操作方式的 很歡迎你加入我們的行列 我們現在有一個體驗的活動 體驗做教命 後面的股票幫你選好了 同樣你的持股 我再幫你一併的做解決 那有些個股就不需要去殺低點 但是要看你的股票 我才能夠幫得到你 好不好 很歡迎各位加入我們 體驗做教命的一個行列 那今天講解到這裡 祝大家操作順利 禮拜明天見 拜拜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